普里镇近年来积极推展观光 许多游客到普里镇观光也都是必到鲤鱼潭、普里酒厂等知名景点 但由于普里镇缺少可以提供亲子同乐的景点 许多游客带小孩到普里也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 有鉴于此 现役原料制成日前也前往台中市清水区熬丰山运动公园考察 希望能够参考台中市的经验 在普里找一个地方设置亲子运动公园的设施 今天全天来到这里取经来参观 让我们感觉这些运动器材真的对小朋友来说 不管是他的手脑变用和他的平衡和各方面 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所以说今天来看来对台中市市政府 可以照顾在整支山里面 除了说我们的父亲的运动公园在外 包括城镇各方面 整支山的运动公园 这些都可以提升 让我们全民都可以 全家都带来这里劈头 包括老中心三代也都可以 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 我们应该共同 要来跟他学习 廖议员表示 普里镇要发展观光 必须要考量到乡亲以及游客的需求 也期望县政府能够在各乡镇 都能推广设置休闲运动公园 增加游客到南投游玩的意愿 提振南投县的观光发展 乡亲全家来到保里 除了说我们的礼仪坛 我们的地底中心碑 还是酒厂 丁丁 很多我们的经典 但是就是说 就是缺少说 有我们乡同的游乐设施 因为 你如果乡同的游乐设施 他们参观多余的时间的时候 他们晚上 住保里 进行的时间的时候 他们就会等 让孩子在这个公园 乡同的这个公园 亲子关系互动 其实都可以很好的 所以说在这里 要求我们的省政府 要来取经 来这里也同样的取经 让南投县 广设我们的这个 乡同的这个 运动公园 由于近年来 南投县积极发展观光产业 副议长潘一泉也呼吁县府 除了举办活动 吸引观光人潮之外 对于一些儿童公园的设施 也是可以考量来建设 除了能够增加游客 游玩的意愿之外 相信对于县内的 相亲来说 也是可以增加 亲子同乐的一个好去处 记者陈文一普理采访报导